李白与杜甫的友谊故事可以追溯到公元742年左右的长安 那时,李白正因其才华横溢而被许多文人所推崇 但他性格豪放,常常在酒馆中高歌,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在一个春日的午后,李白在长安的一家酒馆中饮了几杯美酒 便情绪高昂地迎送起一首新作 酒馆的空气中弥漫着酒香与春风 周围的客人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杯盏,倾听这位清廉居士的诗歌 李白的声音如同钟声般清晰,韵律如水般流畅 他的才华瞬间捕获了杜甫的目光 杜甫此时正在长安为生计奔波 他身穿朴素的布衣,面容带着几分忧虑 听到李白的吟诵,杜甫心中伸出几分敬仰 便忍不住走上前,向李白请教 这一问,变成了两人友谊的开端 他们坐在酒馆的抑郁 杜甫请李白细弹诗歌 李白慷慨激昂,分享自己的创作灵感 杜甫则认真聆听,偶尔插入自己的见解 两人从早谈到晚,直到酒馆的灯火逐渐暗淡 周围的客人们纷纷离去,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接下来的几个月,李白与杜甫常在长安的街头巷尾相聚 吟诗作对,畅谈理想 他们不仅分享文学,还讨论时局与人生 李白常常以诗歌激励杜甫 而杜甫则用自己的现实主义观点提醒李白要关注社会的苦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白因不满官场的腐败和约束 因一场酒后诗言被权贵陷害,被迫离开长安 杜甫则因家庭变故,生活陷入困境 两人虽然身处不同的境地,却依旧通过书信保持联系 在一次信中,杜甫写道 新日长安共赏月,今我独队登下筹 李白在信中回复 无论身在何处,君子之交无需长聚 愿以诗歌相伴 这段文字蕴含着他们之间深厚的信任与情意 多年后,李白再次踏上长安 他发现杜甫的境遇有所好转 两人在一个小亭中重逢 李白见到杜甫面容消瘦 却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心中感慨万千 他们坐在亭中,重温往日的情意 李白提议 今日我来,为我们携手新诗 怎可不饮一杯 杜甫点头同意 二人再次举杯 杯中酒夜在阳光下闪烁 似乎在诉说着他们不变的友谊 在那一刻 李白与杜甫都感受到 信任的根基便是这种姻缘 彼此的相知相惜 恰似清风明月 永不褪色 信任离不开姻缘具足 是一种缘分 这句话出自新加坡 善计一社义务执行主席 拿杜甫李卓顺发太平绅士的著作 《当下最真》 《活在当下》 每天分享一个小故事 从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的人生 我是每增一个和你很像的朋友 咱们下回聊 你无人可听 无人可听 你无人可听